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有句老话叫人不可冒想 说的就是我们不能只看其外表而忽略了别人内在的能力 人是如此汽车也是如此 很多汽车有着普通的外表 但其内在配置却高得离谱 这类车就叫做半猪吃老虎 还有一种和半猪吃老虎差不多的车叫做西装暴徒 指的是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汽车 而内在实力却又是个骚男子的汽车 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三款半猪吃老虎与西装暴徒的汽车 宝马M760L官方指导价265.8万 我们都知道宝马的车型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斯文 这些是很多年轻白领喜欢它的原因 但是宝马的高端车M760L确实是一个典型的西装暴徒 外形和其他宝马的车型类似 标志的进气格栅 宝马特有的前脸及线条 这让它有着很高的辨识度 同时也让M760L有着宝马特有的书生气息 但是M760L的配置却不是书生待有的 这款车搭载的是来自劳斯莱斯的6.6T V12发动机 最大动力输出610匹 这个数据简直是直逼超跑 所以宝马M760L真的是一款典型的西装暴徒 奔驰GLE63官方指导价185.8至198.8万 这是奔驰中最丑的一款SUV了 时隔多年样子一点也没变 也不知道奔驰是怎么想的 好歹给人家升级一下嘛 虽说这款车很丑 但是这款车绝对是一款半猪吃老虎的汽车 GLE63采用的是5.5升双涡轮增压发动机 搭配7档手机体变速箱 不仅演压了很多同级别的SUV 可以说这款车在专业赛道上 也是一点也不落下风 这头猪扮得真是无可挑剔 奥迪S8官方指导价198万元 《非诚人犯》这部电影很多人都看过吧 电影中男主角杰森·斯坦森就是个穿着西装暴徒 它在剧中开着的就是这款奥迪S8 先不说影视剧给大家留下的印象 光是S8的造型看上去就是很商务 大老板的样子 但它的配置却是很暴徒 S8搭载一台4.0升V8发动机 它的发动机比顶配A8的6.3升W12的发动机 还要强上20匹 简单来说就是奥迪S8 可以把奥迪A8安在地上摩擦 可竟然这款车简直就是西装禽兽啊 瘦了这么多 可是小编我一量都买不起 真是难受啊